县长许舒华上任至今已将借满一年 为了了解许县长这一年来所做出的努力 南投县议会特别邀请县长访谈 讲述上任一年以来的心路历程 县议会民主长李蒙真表示 透过访谈也了解到许县长为创造幸福宜居南投 在各方面的努力 并且非常注重细节让县民都有感 相信议会在议长和申丰及副议长盘一拳的带领下 也会与县长携手努力 共创个美好的南投县 许县长上任一年以来 以移居城市为他的目标跟方向 那我们呢特别采访了县长他 一年以来的一些心路历程更新的 那让我们非常感动 这样的小细节的付出呢 真的让人民有感 那也希望未来全领移居呢 在许县长的努力之下呢 我想议长和申丰及全体议员呢 对的政策一定是支持到底 那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 县长许舒华感谢南投县议会的支持 在我们的预算头顶也很帮忙 也许未来在议会及县府的合力之下 能够充分地展现民意 了解详情的需求 共创幸福宜居的南投县 记者陈维一 综合采访报道